弟兄姐妹平安 原週五會幕禱告會已經一致於馬可樓舉行 馬可樓在林申路一段149號21樓之8 是在人際關係當中怎樣傳出來的對不對 像我說一個牧師我只會在講台上講到 我如果自己不會傳自己不會癢 誰會當我手頂的孩子沒有辦法 同那個道理對不對 你如果是一個商人你只坐在辦公室 你有生意可以做嗎 你必然幫忙 這很簡單的道理 意思怎麼樣 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使命到底是什麼 今天就是同一個問題點就是 他沒享受神的同在 他沒享受神的敬拜 你知道嗎 每次敬拜的時候都感受到 我進到神裡面和人的榮美你知道嗎 但是問題點呢 我們就忘記了那個任務 有兩個時段 晚上10點到11點半 第二個時段是11點半到1點 如果弟兄姊妹時間允許 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教會前面的停車場已被政府回收 所以停車場從本週開始移至 是教會租界的安平國小 地點在宜平路329號 宜平路過了文平路就可以看到安平國小 安平國小進門後右轉有地下停車場 及平面停車場給大家使用 當天主日也有教會服侍同工在安平國小附近交通指揮 歡迎大家至安平國小 安平國小 停車 主日也有預備一台接駁車 預備給大家搭乘 聖誕晚會快到囉 聖誕晚會有精彩的比賽表演 還有令人期待的摸彩時間 我們晚會需要您的幫助 你們的認購與奉獻 可以帶給大家歡樂與祝福 我們還需要很多的禮物 如果您有願意要奉獻的請向兒童墓區的 露比幹事聯絡 謝謝您的參與 相信您的奉獻 在今年的聖誕晚會 會充滿更多的歡樂與感恩的氣氛 聖誕晚會的摸彩券已經出爐囉 本週夾在維加寺裡面 請弟兄姊妹邀請您的朋友 家人一起參加今年的聖誕晚會 若還有需要請至教會辦公室 向歷經幹事索取摸彩券 接下來是有關於以色列聖地靈修團的報導 我們在今年四月份 我們一行人來到了以色列 我們在大概下午三點左右 我們抵達了彼得受職教堂 這個教堂就是記著在 約翰福音二十一章的裡面 當耶穌復活之後 他的門徒彼得 跑到加利利海去捕魚 那耶穌就來到岸邊 然後呼叫彼得 然後彼得就回到岸上之後 耶穌在那一個地方 就三次地問彼得說 彼得你愛我嗎 那彼得就回答耶穌說 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是愛你的 那耶穌就跟彼得說 你餵養我的小羊 當我們一行人 坐在教堂的裡面 我們開始唱一首很簡單的詩歌 來讚美我們的主 那之後我們就開始 從經文當中 開始來默想主耶穌 來默想當年主耶穌 在教堂的裡面 這塊石頭上面 跟彼得說話的情形 我們彷彿沐浴在 當時候那一種神聖氛圍的裡面 我們都感覺到 神很強烈的跟我們 每一個人同在 好像耶穌再一次 在這個受職教堂的裡面 跟我們說 孩子你愛我嗎 我們當下就跟主耶穌說 是的主 我們是愛你的 我們願意一生來跟隨你 所以在那個教堂裡面 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都再一次地 與耶穌再一次地立約 願意一生緊緊地跟隨著耶穌 願意一生緊緊地愛著耶穌 如果你有興趣要來參加 以色列靈修第二團 你也希望能夠在聖誕節的時候 在以色列與耶穌一同過節 歡迎立即向汪力經幹事報名 以上是本週的消息報告 我們來歡迎林憲平牧師 我們來歡迎 我們來歡迎 我們來歡迎